《中文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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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上这个时候我们可能是七年樓起来 然后就做早课 早课做到八点 八点到十点半 我们就会去做一些打柴 做弄菜 做一些其他的木工 我们平常常随师父的弟子就有十多个 我就是从11年 11年差不多那个时候就上山了 毕业之后有出去找一份工作 但那个工作可能是 也不是很顺利 还是想着去跟随师父去学习几年 就是挺让父母伤心的 他们当然是不同意了 但是我建工的过程中感觉到就是自己的意志力 然后各方面都会去培养 我觉得这两年应该是对我来说很有意义的 再回头想想还是自己感觉自己比较懦弱很脆弱 不愿意去面对工作 不愿意去面对社会很多 然后只觉得我可以跟随师父学习很多事情 我不用担忧啊 我不用考虑这个也不用考虑那个 到十点半我们就会去师父那边 按照我们平常有的一些训练 然后自己去按照那个训练 到那边之后可能就一直到 晚上有时候最晚的十点十二点 在山上的话我们除了师父那里有同意 我们一般是不用同意工具的 没有不方便 当然了我们因为在山上接到的信息会比较有限 但是对我们来说的话 其实现阶段我觉得不是一件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我们每天吃一顿饭嘛 就是吃这个我们吃这个上青栽 不吃油盐 就是这样会让自己的身体慢慢的能够去进化 吃完饭之后我们会接着训练一下 然后从十一点钟之后我们就会去打坐读经学习 一般情况下是三点钟左右去休息 很多人一直会问我们说 你们这住山上练到什么时候下山呀 其实这一点关键在于自己 师父也不会说不让你去 每个人的来去都是自由的 我们下山上练到我们下山上练到我们下山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